Hello 如何做端口映射 我们举个例子 服务器上有数据库 那么为了安全数据库只接受本地的服务访问 只接受本地的query 这个时候我们怎样使用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我们可以做一个端口映射 将本地端口映射到服务器上面之后 我们就像访问本地端口一样 去访问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比如说 我们这样来做 应该是6379 服务器上有Redis数据库 我们把本地的一个端口26379映射到服务器上的6379 那么我们知道Redis是在6379端口的 这个时候给出服务器的用户名 在服务器上的用户名和服务器地址 OK 我们被映射过去了 本地的26379被映射过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本地是没有 Redis服务器的 对 对 我们本地没有Redis服务器 但是我们刚才知道 我们已经把它 把本地的26379映射到服务器上 也就说 我们访问本地的26379的时候 就相当于访问服务器上的6379 你看 这意思是说本地的26379端口 访问到服务器上6379 同时呢 就相当于在服务器上用localhost访问6379 服务器的地址在这里 在后边列出 这是服务器上的用户名 这就是一个本地端口的访问 它叫localpodforwarding 把本地的端口映射到服务器上 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种映射 叫做remoteforwarding 就是把服务器上的端口映射到我们本地上来 现在我们的目的是 访问服务器上的 你看我们已经进入了服务器上的 Redis数据库 界面 公居 命令行界面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 服务器上的数据库了 可以对它发出数据访问命令 OK 这就是把本地的端口映射到服务器上的方法 如果要 我们不用画个图说明了吧 我们不用画个图说明了 就是说 这条命令 当然你需要能够访问服务器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 -l 做本地端口映射 映射到服务器上 本地端口的端口号是26379 那么Redis我们知道它缺审端口是6379 那么26379映射到服务器上 之后变成服务器的localhost 6379 之后我们在本地做26379的端口访问 我们设置端口 我们设置端口 Redis访问端口 我们在本地发出这个命令 它的端口是26379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实际上它是通过Tano 直接访问服务器上的6379 就是这条命令的含义 也就是说 当我们映射好之后 本地的程序员 再不需要考虑网络的问题 它只需要知道 自己本地的263端口 就是服务器上的Redis数据库 已经映射过去了 就可以了 那么在服务器上 也不用再设置 数据库如何接受网络访问 可以全部把网络访问禁掉 也就是说 这样做的话 服务器上的数据库会比较安全 它不需要接受网络访问 它只接受本地的服务请求 然而 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SSH的Tano 建立了这条隧道 这条隧道直接穿过网络 打到服务器上 服务器 在这条隧道之外的数据 它都不会接受 它都不会响应 这样的话 就是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也比较安全 而本地的程序员也比较审视 程序员不考虑网络 本地的程序员不用考虑网络问题 也不用考虑网络安全的问题 因为相当于没有网络 只有一条隧道 那么服务器上的数据库管理员 也比较审视 他也不用考虑如何设置网络 访问请求的权限 不用设置这些权限 只接受本地的访问请求 这样的话 在两边 大家都比较安全和审视 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这种设置 它是不是比较好 比较好scale up 比较好扩展 当请求或者说 访问比较多的时候 它是不是比较好扩展呢 一方面的话 我们是给每一个终端 建立一条隧道到服务器上 而这种tunnel的成本不是非常高 对于CPU和内存的成本不是非常高 所以说在一个团队 一个小团队 或者一个不是很大的 服务能力的提供情况下的话 它支持十来台 甚至上百台的服务器 和工作 服务器和工作机之间的配置 基本上没有问题 而当我们的服务器超过100台的时候 这个时候显然要重新设置 scale up的问题了 显然要重新设置 这个平衡的问题 负载平衡的问题了 所以的话 可以说 对于起步和初期的服务供应 这样的配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相当安全 相当审视 基本上可以scale up到 几十台服务器没有问题 OK 我们就到这里吧 谢谢 拜拜 拜拜